大家好 又是我早早嬸 今天看到這個陣容都知道我要說什麼 沒錯 就是女士最瘋狂的包包 有看過上一條明橋會新樓開箱片的朋友都知道 我對一些會升值的東西是特別有興趣的 今天我就會介紹一下MS這個品牌怎樣可以用住站 好啦 開片 我自己就覺得手袋其實是女士的必需品 不是說用MS是必需品 不過我想每一個女士出街都會帶一個手袋 其實我自己還沒入坑之前 我都會用其他的品牌 例如Chanel、Cucci、LV 不同的品牌都有一個時間短 我是喜愛他的 那他的過程 他的循環是怎樣的呢 就是買了他回來 很喜歡 很喜歡然後就用他 然後用到覺得他用了一段時間 然後他殘舊 那殘舊怎麼辦呢 當然是打入冷工 打入冷工就塞在衣櫃裡 然後可能再買第二件新重 那在冷工那裡怎麼辦呢 繼續擺在這裡 擺到衣櫃又不是大 擺到沒有位置擺的時候 就會想將他賣掉 即是清掉去賣掉 其實說回MSD的品牌 大概是五六年前 我朋友去歐洲的時候 他幫我買了一個Garden Party 三十回來 是大象灰色 買回來的時候很喜歡 但是買回來後 我發現其實我不是很喜歡這個包包 因為好像覺得這個包包不太適合我 我是比較 穿衣服我有時候比較斜 又很喜歡穿短褲拖鞋 好像Garden Party這個款 對於我來說感覺上比較OL款 總之無論如何 沒有什麼用過他 接著就打了他入冷工 於是就擺了也有兩三年左右 因為其實Garden Party那個盒 真的挺大 所以也挺押訂 於是我又發現他不用 就賣了他 賣的時候 然後我就發現 我看一看市場的價錢 是比起我買回來的時候 是更貴了 於是在那一次 我賣出這個包包的時候 我竟然是賺了兩千元 雖然兩千元就不是很多 但是對於一個 對於一個很有興趣的東西 會升值的潮州妹來說 我就開始去研究這個品牌 對他更有興趣 就是因為手袋對於我來說 是必需品 我是要用手袋的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我買的時候 我已經是享受了用 用到我不用的時候 買回去 價值都還在 不會說沒有了一段 我就覺得這個品牌的手袋 真的性價比很高 是抵用 就像以前 我買過Chanel 三萬元 可能用到我不用的時候 其實我買回去 可能真的值萬多元 即打過五折 如果以經濟學來講 經濟角度來講 其實是MX比較便宜 它是貴買 但是便宜 為什麼我會說它貴買便宜 因為其實老實說 它的皮質真的很耐用 那些皮質真的很耐用 Chanel的袋 我自己這樣說 它的皮質很容易 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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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損耗 很容易有損耗 但其實MX有很多不同的皮質 所以我比較喜歡一些內磨 即是比較耐用一點的皮質 如果它不是像拉茲一樣 周圍扔掉的話 其實你正正常常用它 它的袋子都能保持到 真的很新鮮 好了 我先講講 這隻Lindy 26 這隻Lindy 26 它的顏色是餅乾色 也是近期新出的一個顏色 也是很熱的 這個餅乾色 也很難買 餅乾色金購 其實我在專門店買這個袋子 應該是六萬三千多 但這個在市場已經炒到九萬多元 九萬多元 所以那個補值或者升值 這個也是我的心頭號 然後這隻 這隻 Mini的珠鼻包 這隻我是兩年前買的 兩年前買的 這個我買的時候是五萬六千多元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五萬六千多元 現在如果是市價要買 要八萬多元 我買的價錢是在商店買專門店買的價錢 市價不用說 是炒價 要買到這個袋子的話 這個我是在代購買的 這個代購買的 我買的時候這隻也不便宜 九萬多元 這隻就是D0奶茶色 D0奶茶色拼了大象灰禁購 剛才忘記說 這個是classic的 顏色 就是37高色 37高色 這個袋其實我都很喜歡 這個袋其實的feedback 是很壞參觀的 因為通常人們一說它 就會說起Cally Bands 因為它們差不多時間出 差不多時間出 還有大家在後面 可以扣的這個袋子 但因為我喜歡這個 比較隨便 比較休閒 另外這隻也是奶茶色 這個是0M奶茶色 其實這個顏色真的很難拍到它實物色 很難拍到它實物色 這個袋子 這個袋子應該在市場 都已經炒到3萬尾 4萬頭 但專門店買的 這個是23,400元 除了喜歡MS的手袋之外 我還很貴心喜歡它的馬仔 因為不是開玩笑 我是有試過自己去親手去縫製 去做它們的馬仔 真的要做10個小時 自己一針一針 真的要做10個小時才做到 所以我覺得它們的馬仔 是抵賣的 就是全人手的情況下 這隻就是全黑的馬仔 上面馬鞍那裏有少少鱷魚皮 很幸運 讓我買到它 這隻黑色馬仔 我覺得基本上 它是所有袋子都適合的 好型 真的 所以這隻黑色馬仔 真的推薦大家 一定要有一隻 它是8搭的 你看一下 沒有不對的 你看它去哪裏都這麼配 8搭的 你看 我的SA真的很好 給我這兩隻馬仔 兩隻都是我很喜歡的 你看 最愛的 簡直就是 另外就是這隻 飛馬仔 飛馬仔 又是在哪裏都這麼配 完全是另外一個感覺 好適合 是不是 好 這次的分享又差不多了 下一次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手袋的配貨品 和分享一下我如何在專門店買到自己的心頭號 喜歡我這條片的 送個讚給我 想繼續聽我的頻道的 當然是訂閱我 下次見 拜拜